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3日發生坍塌事故 事故共造成了11人死亡 事發的時候 館內共有19個人 其中4人自行脫險 15個人被困 學校當時正在放暑假 被困的是在學校訓練的 女排隊員 經過初步的調查發現 和體育館避臨的教學綜合樓 目前正在施工 施工單位違規將珍珠岩 堆置在體育館的物件 受到降雨的影響 珍珠岩浸水增重 引發了坍塌 體育館的建築面積是 大約1200平方米 墻體為鋼架結構 頂棚為混凝土板 已經建成了26年 目前教學綜合樓 施工單位責任人 已經被公安機關控制 好 關於這個事情呢 其實說起來是很傷心吧 應該可以這麼講 就這個事情完全可以避免 比如說如果真的調查結果 就是因為在樓頂上堆置了 這個物質建材的話 因為進水而發生這樣的事故的話 那就更加不應該 更加不應該 更應該避免的 這個是跟施工單位有關係 但是跟監管單位 安全監管檢查單位 當然還有學校 是否也有關係的 我想目前的責任 可能不只是施工單位而已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視頻 包括學生家長在醫院裡面 等候有關孩子的 這個消息的這個視頻 他們感到非常的不滿 主要原因呢 其實就是相關的部門的官員 包括當地政府了 可能對孩子家長的照顧是不夠的 我想在這個時候 學生家長對孩子出現 這樣一個情況 心情 每個人都應該理解 而應該體貼 所以對於當地的一些官員 有關部門的一些官員來講 我覺得都應該用父母的心態 用父母的心情去體會 這些家長的心情 用父母的這種作為 來為這些家長提供力所能及的 這個各種各樣的照顧 安慰 特別在處理方面 我覺得還應該注意到 不要因為個別的一些 比較粗糙的行為 導致家長和政府發生這個對峙 或者是發生更多的不滿 也就是次生災害 你比如說 遇到這樣的事情 不應該首先派警察到這個家長 所在的那個醫院 因為這樣的話呢 肯定會使得家長更加感到 這個不公平 或者是沒有尊嚴 因為他們不是犯人 也不是搗亂者 而是受害者 所以這方面的話 我覺得處理的方式 還應該更加細膩一些 不然的話可能會引起公眾的 更多的不滿 好 今天主要的新聞是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近日在接受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的時候 再次談及中美關係表示 美國正在試圖加強和中國之間的溝通 以避免兩國發生衝突 布林肯談到 美國正在努力使兩國關係 保持一定的穩定性 為兩國關係奠定基礎 卻保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 他補充說 衝突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也不符合中國 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 我和中國的相伴 我們會繼續做 和說一些事情 中國不會喜歡 正如他們會繼續做 而在回答美國是否會取消 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時 布林肯表示 美國認為有責任地開展 軍方之間的對話十分重要 正能夠有效避免誤判 而在回答美國是否會取消 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時 布林肯表示 美國認為有責任地開展 軍方之間的對話十分重要 正能夠有效避免誤判 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時 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時 對中國國防部長的制裁時 布林肯在6月訪問中國之後 拜登政府其他高級官員 包括美國財政部長耶倫 和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 也對中國進行了訪問 受到了全世界的關注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日前結束了訪華行程 他的助手雷默 在接受鳳凰網 與世界對話的欄目 專訪的時候透露 這次訪華策劃了幾個月了 返回美國之後 基辛格會把中方的觀點 傳達給美方的政界 雷默在專訪中說 基辛格本次訪華 策劃已久意義非凡 就個人而言 此訪距離基辛格首次到訪中國 已經過去52年 也恰逢他百歲生日不久 對於中美兩國來說 在當前這樣雙邊關係 至關重要的時刻 基辛格以老朋友的身份訪華 將有助於兩國相互傾聽 和理解對方的觀點 雷默還說 基辛格對於中美關係及世界的責任感是他高齡出訪的巨大動力 作為中國問題專家 雷默提到 不可否認中美之間在利益 價值觀和策略上存在實質性差異 但如何使兩國相互了解才是最核心的議題 雷默認為 若中美兩國陷入衝突 其結果對於世界會是災難性的 因此所有人都期望 中美可以在部分領域展開交流合作 如經濟 科技 文化以及全球議題 鳳凰文視綜合報導 好 最近以來 中美之間的關係看上去 好像是溝通比較頻繁 包括比如說 美國至少三位重要的官員 已經來北京訪問了 包括美國國務卿 還有財政部長 還有就是這個克里 也就是拜登總統的氣候變化的顧問 那這三位 接下來也可能還有 那麼中方的就是商務部長 也訪問了美國 那麼這樣的溝通和接觸的話 當然在當前的情況之下 也是難得了 發出的信號就是雙方都願意 能夠在目前的 這個比較困難的情況之下 通過溝通來達至雙方關係的基本的那種平穩吧 或者至少不會發生更多的一些事件 但是作為兩個大國來講的話 這種溝通所取得的有效的成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也就是雙方之間應該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尤其是在涉及到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貿易科技 還有全球的問題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現在沒有這個條件 原因就在於就是美方對中美關係的期待 非常低 以布林肯剛才 大家看到了這個接受CNN這個採訪的時候講到 他對中美關係的這個目標是非常低的 這個低已經低到呢 就是只要不發生衝突就可以了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然在面對那麼多的問題的時候解決不了 在面對特別需要達成共識的地方 很難達成共識 當然在雙邊關係的領域那就更難了 所以在這個時候對中美關係 如果抱持過多的過高的期待的話 應該非常的不現實 至少在目前這個狀況之下 我覺得就是在即使在拜登 這個任期之內 雙邊關係能夠要有所好轉的話 都不太容易 要是說改善的話 現在都是已經非常奢侈的這種詞彙了 那麼現在大家談的就是說能夠回穩 就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中方我覺得對這個事情 已經看得非常的現實 也不會對美國抱持太多的期待 但是美方不斷地製造一些事情 那這就是一個問題了 也就是說克林頓 不是像布林肯 或者拜登其他政府官員 都講到就是說 中美在競爭當中 要保持這個基本的方向 也就是不能夠脫軌 或者是說發生意外事件 突發事件 但是如果說你在不斷地製造一些事端的話 不發生突發事件 那怎麼才能夠避免呢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中美關係實際上 過了這一輪的高層對話之後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接下來是不是還有什麼後續的行為呢 給我的感覺就是走一步 算一步 接下來再看 大概可能就這種狀況 對不對 好 接下來呢 就是柬埔寨 柬埔寨全國大選初步結果出爐 在125個國會議席當中 柬埔寨人民黨贏得了120個席位 奉心比克黨僅獲得了剩餘的五個席位 中國外交部24號表示說 熱烈祝賀柬埔寨人民黨贏得第七屆全國大選 第七屆柬埔寨大選投票順利完成 24號柬埔寨司法部國務秘書金桑特菲普說 大選的非正式結果已發布 但還要由各方核准後 最終大選結果將在8月9號到9月4號間宣布 柬埔寨國際商會總會長楊勇認為 這次大選揭開了一個新的歷史篇章 如果洪森的兒子洪馬內擔任新政府領袖 中柬關係和貿易合作還會更上層樓 總理的子女都沒有去讀中文 但是洪馬內將軍他的子女都給他們讀中文 尤其講中文就講得很好 這個證明他的觀念對中國來講是很親切的 那他也身體上本來就是留著華人的血統 回鄉參加大選投票的民眾陸續開始返回金邊 民眾對大選後洪馬內獲接任成為國家領袖 也表示支持 24號來到柬埔寨對這屆大選進行監督的國際觀察員代表呢 也舉行會議 對柬埔寨第七屆全國大選的高投票率 以及公平公正和透明的給予積極肯定 富汗衛視高棉 柬埔寨金邊報導 柬埔寨這次大選這個西方的媒體格外地重視 重視的原因當然就是涉及到洪森以及他的兒子 以及他的長子 那麼就在柬埔寨呢 就是他們認為說這是不公平的選舉 是洪森對反對派這個打擊的力度之大 使得很多的反對派都沒有機會參選 甚至有些反對派的一些成員都被關進去了 所以這次就是為了他兒子上台 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政治鋪墊 那麼人民黨是洪森領導好多年了 洪森別看這個現在才70歲 他其實執政已經40年了 那可以是大風大浪都見過 可以說在全世界 至少在亞洲地區 他是執政時間最久的 40年代理想 所以他的政治這個能力 政治智慧 還是非常的了不起的 個人認為呢 就是這一次呢 大選對他個人來講的話 應該是一個歷史性的分水嶺了 意思就是說他有可能會退去幕後 兒子就是洪馬內 那應該來講的話 肯定會上位了 也就是說要麼就是下個月 或者什麼時候就阻隔 成為首相 接替他老爸 那麼其他的一些外國的媒體 也是針對這個 對柬埔寨的政治 民主 或者是選舉 也做出了很多的負面的評論 我個人認為就是 不管洪馬內啊 就是是誰的兒子 但如果他有能力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他是人民黨 本來就是人民黨 這個中央常委了 或者是軍隊的將領 但是有一點 可能有人會對他的背景 有一點擔心 就是洪馬內呢 是在美國 在英國 長期受教育的 先是在美國的西點軍校 你想 在美國的西點軍校 這個畢業 然後呢就在紐約大學 這個學了經濟 得了碩士 然後到英國 布里斯特大學 獲得了經濟學博士 那麼回國參政 那麼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西方的教育 有可能會使得他 對中國的態度 有可能會發生變化 意思就是說 這種西式教育出來的人 應該可能更加親西方 或者親美國 而我個人認為 就是洪森這個家庭 所培養出來的政治人物 應該還是有 應該同樣有他的政治智慧 洪森年輕的時候 開始執政的時候 其實跟中國關係並不好 對吧 但是呢 他的兒子 一直在他父親的培養之下 我想出於柬埔寨的利益 出於柬埔寨和中國之間的友誼 我想就是他的內政和外交來講 特別對華關係 應該不會有什麼變化 好 下面請看 鳳凰衛視記者報導的 其他的重要標題新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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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是杜平 俄羅斯國防部24號通報 稱當天凌晨成功地攔截了兩架 試圖對莫斯科發動恐怖襲擊的 烏克蘭無人機 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俄烏兩軍在烏東地區持續交火 俄羅斯方面表示在火炮 以及航空兵的打擊之下 有40多名烏克蘭武裝分子投降 被俘 另外俄方否認襲擊了 位於奧德薩的東正教大教堂 莫斯科警方和消防人員 趕到疑似無人機墜落地點 共青團大街17號並封鎖現場調查 另一架無人機在一棟商務樓墜毀 造成大樓第17層和第18層 約50平方米的玻璃破碎 當地官員表示 襲擊發生在凌晨4點左右 兩架無人機被俄軍電子戰設備干擾或墜毀 事件沒有造成嚴重迫害及人員傷亡 當地媒體就報導 發現無人機碎片的地點 距離俄羅斯國防部大樓只有約2公里 當局其後發表聲明稱 這是一次恐怖襲擊 另外 克里米亞也遭烏克蘭無人機攻擊 不過10機架無人機均被俄羅斯電子戰器材 和防空系統摧毀 這次襲擊同樣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目前 俄烏兩軍仍然在多地交火 俄軍表示 在東部地區斯瓦托沃及鴻利曼方向 烏軍多次發動襲擊 嘗試收復失地 但在俄軍火炮及航空兵打擊下 有40多名烏克蘭武裝分子投降被俘 另外 俄軍也炸毀了烏軍多架步兵及裝甲戰車 而在庫平揚斯克方向的戰鬥中 俄軍導彈部隊使用伊斯坎德爾M作戰戰術導彈系統 對烏軍第一坦克旅部隊的臨時据典 進行了兩次導彈襲擊 卡五-2及米-28攻擊直升機機組人員 也對烏軍士兵及武器据典發動多次空襲 烏克蘭國防部24號就表示 過去一星期 烏軍在巴赫穆特附近取得進展 在南部方向供解放超過12平方公里的土地 至於早前遇襲 位於奧德萨的東正教 逐遣聖融大教堂 俄方否認對教堂發動襲擊 並表示可能是被烏克蘭的防空導彈擊中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此前批評 俄羅斯空襲不僅是對城市的破壞 也是對人類文明的威脅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我們再來看一下有關日本福島 核廢水排海的問題 日本政府周一表示說 對中方嚴查日本部分水產品 表示嚴重的憂慮 並且向中方提出了交涉 日本外務省也發布了英文視頻 稱福島排海符合國際標準 有關中方扣留部分日本水產品問題 日本政府周一回應 日本不同意中方 在核污染水問題上的立場 以多次向中方表達關切和憂慮 日本稱 若中國對日本水產品實施全面的核輻射檢測 將對日本食品出口帶來嚴重影響 日本已向中方表達了強烈憂慮 有韓國媒體此前稱 日本通過賄賂國際原子能機構 獲得福島核污染水排海的通行證 日本外務省否定稱這是假新聞 日本外務省稱 外應對有關核污染水的假新聞 將加大宣傳力度 在社交帳號公佈英文視頻 也計劃本月內發佈中文視頻 宣稱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鳳凰威視 李淼 沈寧周盛 日本東京報導 好 日本這個核污染水這個問題 現在對中方做出了這個 所謂的交涉也好 或者是希望中方 聽取日本的這個呼聲也好等等 那早幹嘛去了呢 中方在這個核污染水的問題上 已經好幾年了 對日本方面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 所以我希望日本方面 能夠本著這個負責任的態度 跟中方 跟其他的周邊的鄰國 進行溝通 日本不幹的 那現在面對中國 在水產品問題上 所採取的這樣的一個行動 那你開始找中國 晚了 對不對 現在來不及了 那麼 而且中方所做的事情 是根據科學依據的 這不是中方說的 這個根據今天英國的《衛報》 有一篇報導 就是在今年五月份 在日本福島核電站附近的海域 做了一些檢查 包括在這個幾種的魚類的身上 已經檢測到的一些核輻射的這個物質 嚴重的超標 比這個規定的最低限度的這個 核輻射的物質要超標180倍 這是英國《衛報》今天報導的 有幾種魚 其中包括呢 這個從去年五月份 到今年五月份 在海上所捕的這些魚 以至少有二十條 二十條都有這種嚴重的超標 所以說中方所採用的行動 它是第二大出口市場 也要對日本的水產品採取措施 這第二大出口市場是哪一個 就是香港 大陸和香港從日本進口的水產品很多 所以這個事情對日本的這個水產品的 出口 貿易 其實造成的影響應該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日本在這個時候 這個認為可以就這樣子 就對鄰國不問不問 或者是不說尊重 採取這樣的行動 當然中方所採取的措施也應該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原因 估計跟這個事情沒有關係 從今天開始 日本在半導體材料方面 對中國開始禁運 這個關係本來就不好 好 接下來就是 以色列議會24號下午結束 針對司法改革法案的 第一項立法的三讀 以64票贊成 對0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立法 議會之外的民眾示威在持續當中 據報已經有19人被俘了 反對黨的這個議員呢 連聲高呼恥辱 然後集體離場 抵制投票 執政聯盟的每一位議員 都投下了贊成票 促使司法改革的第一項法案通過 根據法案呢 法院將不得對內閣 以及部長決定的合理性 進行任何審查 司法部部長萊文說 這是在修復國家司法系統的 歷史的進程當中 邁出了第一步 議會呢 從23號早上開始 對法案進行辯論 在長達26小時的 馬拉松式的辯論當中 執政聯盟和反對黨的議員們 曾經試圖達成這個妥協的方案 但是談判呢 終究破裂了 反對黨領袖在辯論總結的時候 聲稱這是一切 正在走向災難當中 投票結果出爐之後呢 預料將會引發更大的規模的 示威活動 好 最後請您瀏覽一下 世界其他媒體的主要的新聞報導 好 今天的總編輯時間 就到這裡結束了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